可麻烦请李主委以及研究院王副院长 以及卫生署的代表是不是王副组长 石处长 我们请李主委、王副院长、石处长背讯 主委您好 主委早,副院长早,石处长早 那么刚刚主委总共做了一些报导 那么相信我们生技医疗国家型的计划 从2000年到现在也已经10年了 那么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三期 我想首先请教主委 我们第三期的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是放在什么重点呢 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是要把学术的研究出来的 那个新药的资讯 变成能够变成产值 能够进到第二期的临床试验 所以现在是处于还在动物试验的阶段 是不是这样子讲 因为你第三期要进入人体试验 就是把基础研究的一些团队研究出来的新药 能够做动物试验 还有早期人体的试验 这个所谓的第二阶段的临床 那主要就是说以前的研究是基础研究归基础研究 那生技制药的人他就是没有把基础研究的结果 弄到来做制药 那大家觉得这以前两个国家型计划 各个团队做各个团队的 就不实用 就在研究阶段不实用 没有达到市场上面来实用 对那个没有得到 那现在就要加强所谓的第二棒 那么这个第三期呢 这个第三期呢 为时是从96年到99年了 也就是说这第三期的计划是今年底就要为止了 是不是这样子讲 副院长副院长比较清楚 副院长比较清楚 那么我现在本席在这边质疑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通常我们一个新药 从这个开发开始一直到这个专利申请 通常是不是应该是在十年左右 那么你从第一期第二期所做的研发 到了进入了一个第三期 第三期呢要做人体试验 我这边做了一个表 人体试验呢也是分成三期 那我就不晓得 我请教专业一下 这个三期里面这个时间 从这个 看它的这个有效性 或者副作用 那么它的安全性 各一至两年 一至两年 或者是二至三年 这其中是有什么 是有overlap的地方呢 还是还是如果你一年一年来算的话 那至少也要四五年了 为什么我们第三期计划 从刚刚李主委所言 我们第三期应该是确定是做人体试验的部分 就关这个期间来讲的话 就已经超过三年了 我们副院长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委员 让我来做一个解释 我想这个刚才可能有一些 对于这个一期二期 把它搞混掉了 我们在做药物开发的这个过程里面 要从最前面的发现研究 然后中间做一些动物实验 然后才能够进入 这个叫做临床前的研究 临床前研究完了以后 如果是 那我打擦一下 那么临床前的研究 是不是我们已经在第一期跟第二期已经做完了 很多 是不是大部分我们已经进行完毕的东西 所以现在第三期就是进入人体试验 不是不是不是 临床 这个 也不是 第三期的 我们把两个事情搞混掉了 一个是我们在做计划的研究 那个所谓一期二期三期 那只是我们的研究的 是计划的研究而已 并没有针对任何一个 还没有做任何的发明就是了 是吧 发明当然有了 我是说 那是要进入这个药物的开发的 那个真正的 这个所谓的临床实验 那后面有另外一个 一期二期三期 那个是临床实验 所以这两个期不要 好嘛 那我现在只要确定说 我们这个申科医药 国家型计划进入第三期 我们最主要的目标是做什么 是这样子 前面有两个国家型计划 跟药物开发是有关系的 一个计划叫做国家型基因体研究计划 那这个计划 今年会结束 那个已经进行快要十年 另外一个计划叫做生技制药计划 那那个计划同时在进行 也是今年要进行完完毕 那这个是比较前面研发的阶段 那所以这两个计划结束了以后呢 我们国科会还有卫生署 还有其他的单位 就从从把这个整合起来 往下开开辟了一个新的计划 这个新的计划叫做生技医药 国家型研究计划 所以是现在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在讨论的这个专案是吧 对对对 明年才要开始 所以没有所谓的起诉问题 现在还没有 因为现在才刚刚开始 那么我想再确定 因为这些技术 这些研究 这些专业 是我们不容易 就是说短短的一个会期里面 做一二次的去了解 我们实在非常不容易 但是就是说 我们想要知道说 国家对于这些生技药物 目前在推展的一个方向 目标还有成果 这是国人会需要知道的 更是我们必须要谈达下去了 所以各位代表 我想对于这些目标方式 还有将来我们要达到的一个成果 我们要能够明明确确 明明确确呢 用那个人民能够懂的名词呢 来告诉 来告诉 好吧 那么就我今天所收集的一个资料呢 要来跟各位讨论呢 就是说我们十年来 你刚刚讲了 还有两个计划已经执行过了 包括现在要执行的计划 但是我能够收集到的资料 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技医药的部分 我们花了十年 花了108亿 到现在 本席就想知道说 我们的成果是什么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追问 我们第一期是什么 第二期是什么 那么第三期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那么以我自己收集到的一个资讯 我想我们第三期 或者是说这个新的计划 您刚解释 这是一个新计划 从明年度才要开始 那么这个我们的目标 是要做研发一些比较有创新性的 能够有什么 申请专利的一些药物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是比较明确的一个 我们要做的方向 没错 我想不只是 要得到专利而已 我们是希望 我们的绩效 这个说明 也是相当清楚 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比如说我们要开发几个药物出来 希望 所以不只是要得到专利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 很好的技术 就是说我们要发明一些药物 能够治疗的 药物 然后能够让它到有做专利 然后真的能够到市场上面去使用 是不是这个样子 没错 刚刚在这个报告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一些一些理念 一些一大堆这个计划的这个名称 又是钻石 又是起飞 又都是非常的壮观 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什么 那么现在我们归络到 这比较实际的问题去 那我副院长 我刚刚告诉你 我们的资讯有限 但是我们能够搜寻到的 我在这个地方 用这个机会呢 请你们研发单位 执行单位 能明明确确的告诉国人 那么呢 对于这个新计划呢 是不是这些药物 会重视在这个癌症上面 神经疾病 或者是心血管疾病 我还有漏掉什么 糖尿病 是不是 市大象 是不是 都有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是个主要的 那我请教一下 有没有什么突破去 我们十年之内 我们过去研发的东西 我们有没有新的药物 真的在市面上 现在在使用的 是属于我们自己 研发出来的专利 然后上市的 有没有半个 有有有 我们主委要做补充吗 那个跟陈委员做一个报告 是 那个目前上市的 我们自己研发的还没有 但是我们 我们自己研发的还没有 对 新药 但是目前在 在糖尿病有一个药物 目前是在做 那个临床前试验 然后 有一个 有一个抗癌的药物 现在寄转给 国内的厂商叫信辉 这也在做临床前的 的 的 的试验 那另外一个 有一个蛋白药物 现在 也 寄转给一个 一个 那你说这些都不是我们研发的 都是我们研发的 都是我们研发的 这三种药物都是我们研发的 研发但是 现在就是要进入临床试验之前的一些 包括寄转 包括我们自己 投入的一些 目前在从事 这个 这个临床前的研发工作 那 制药大概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一定要经过这个临床前 所以还要多久 还要多久 我们可以再上试 这个预定大概 大概希望 这我刚才提到的是三个计划都在两年前就开始启动了 所以启动如果是顺利的话就会进入临床试验第一期 然后第二期 所以告诉我们国人的一个新的好消息 对于糖尿病对于癌症 还有另外一个蛋白药物也是致癌的 也是致癌的 都是我们国内自己研发成功的 那么在这个新的药物呢 对这三种疾病呢 都有很大的这个医学的突破的作用 是吧 这是我们的成就 那么我再继续请教 所谓的专利 是不是大家都这么样 在医学界这样讲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是我们所谓的专利集中过期的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我们新药的研发到一个专利 专利期间 如果专利过期之后呢 我们帮它开发出来的话 那么成本比较低 风险比较低 那么它的功效比较大 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计划 也朝着这个这个目标 用国家的计划 用国家的研 的这个研究 来开发出许多这个 属于专利的这些药品 然后让它过期 专利过期之后呢 能够在市面上 鼓励民间去大量去生产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朝着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新的计划里面 明年开始的计划里面 有一部分是朝着这个部分 这个方向在走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成的学民药 那这个主要是国外的一些 那个一些 他们研发出来知名的药物 所以我们是朝着这个学民药的 这个发展推展在进行 那只是一小部分 我们主要是新药 新的药物的发展 那新的药物到最后 你还是要上市嘛 对不对 我们在世界上的这个 这个发明 这个占有率太少了嘛 是不是这样的只有百分之一 刚刚您的报告里面指出嘛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研发 很多很多的这个什么 很多的这个专利 这个学民药 让市面上能够在国际上 能够推展出去 用的是我们发明的药 这样子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我们发明的药是新药 然后别人发明的药 他们专利过期之后 我们来生产 那这个部分我们叫学民药 所以新药跟学民药 大概新的计划里面 有双管齐下 新的计划里面 有双管齐下要进行 那么呢 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多出一些 我们自己能够开发出来的药 对不对 我就希望说这些目标呢 我们能够在计划里面 清清楚楚的 清清楚楚的 让国人知道 我们的医疗生剂的一个发展 好吗 然后呢 让国人有一个确立的一个目标 主委你是不是还有话说 我可以在30秒钟 好不好 再让主委讲一下 让国人知道 我们现在 生剂医药 做到什么阶段 对我们现在 这个新的计划将来要走了 有几个目标 一个就是要有自己的新药 做出新药 那第二个就是要高阶的医疗水彩 我们也要希望就是能够占世界的market 占了很多 那第三个可能比较次要就是学民药 我们也支助它 那用新的技术比较便宜 然后能够能够让场上 谢谢主委 谢谢主委 主席我可不可以容忍一下20秒钟 大家都会很关心的问题 我是不是请那个卫生署的代表 现在这个肉毒感菌啊 纷纷扰扰 我想啊 现在中毒的呢 就是在女性啊 婆媳啊 母女啊 这个是非常可怕啊 现在目前已经有六起 然后加一是在 还在悬疑当中吗 还是已经确定了 我不管 但是我现在呢 想要澄清的一个问题 这个肉毒感菌的用剂量 现在用在美容啊 也用来说 除皱 瘦脸 还有瘦腿 你知不知道 上次看到一个报道说 不会超过3500个单位 就不会致死 但是如果瘦一条腿 你想会用到几个单位 它一个什么 一瓶是100个单位啊 如果瘦一双腿啊 35瓶是很容易的 就像我们宣导抽烟 抽烟会致癌 可是你们也没有告诉我们说 抽头多少烟才会致癌 所以这个肉毒感菌 是一个危险用品 所长 你同意吗 它是危险的用品 不能用也不能吃 所以是不是应该不应该是使用它 主席还有跟陈委员报告 所有的药物呢 都是具有毒性 所以所有的药物都一样 如果没有适当 合理的使用 都会产生对人体的伤害 这是不是只有肉毒感菌而已 所以肉毒感菌呢 在这个合法的情形之下 就是说有医师的处方 那么适当的剂量使用下呢 那么它是安全无虞 但是如果没有按照规范来 当然会出事 所有的 连基本的抗生素 也都是如此 那我刚刚所提的啦 如果说一双腿啦 说一双腿35瓶 3500个单位 是不是很容易被使用掉了 是不是很容易被使用掉了 本席是没有时间 我正要考虑是做肉毒感菌去除作 如果是您的家人 或者本席要做 您建议吗 如果是合法 有资格的医师的话呢 它是一个合法的医疗行为 因为我们这个有 药品的查验登记通过 那么这个国外的这个 这个大厂也都有生产这样的药 它是一个药物 那这一次这个食品中毒 是因为我们不知情 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食入 那么这个跟在临床上使用 是不同的状况 所以您建议我可以去做 如果是给合格力医生做 我就可以做 是吧 不会死 我们可以给您提供建议 好 谢谢啊